学心理学就必须学一门课 就叫神经生理学 这么研究大脑和神经系统 是吧 你看 讲了吗 在学生反复的背诵过程中 文章的风采格调 逻辑脉络 语言表达方式 以及作者的思想感情 都会对 学生去做切以默化的作用 所以你看读经典 你只要法复读 读法复读了 又法复读 读法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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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了 运用了 切以默化 什么东西都装进去 他懂得很多道理了 行为别了 思想平得教育 我讲的一个观点 剩下讲的观点 思想平得教育 不要去教的 就是要做出来的 是吧 教书 是要教知识 教平得 就是老师做出 做出样子 家长做出样子 学生就比较好 过去叫做教化 化语 通过化语 现在我们都是教 不是化 现在我们老师的行为 平得不行 家长的平得不行 现在我们很多家长 我讲了一句话 还没有具备 做父母的资格 就当上了父母 他怎么教 有我们社会学家的思想家 还没有 自己还没有社会化 自己还没有社会化 没有成为一个社会的人 他就当了父母 他怎么教育好子女呢 是吧 所以我研究了四十年 家庭教育 我有家庭教育四十八奖 我的叫做 科学家庭教育的 智慧与艺术 四十八奖 我在全国讲了很多很多 今天我们有机会 还要背训 怎么家庭教育 科学家庭教育的 智慧与艺术 大家有机会 再来学习 决明学科学家庭教育 智慧与艺术 把四十八奖学会 每个人出去讲 我们中国的家长的水平 要提高一半 是吧 是我们的任务 文语里面说的 任重孔子说 任重道远 不是我说的 孔老父子说的 任重道远 好 这个我们就大家自己看了 瑞典的这个资料都有 不鲁纳的 蒙特索里的都有 好 这个苏列教育家 苏和 苏和姆林斯基的 苏和姆林斯基的 我们解答讲一下 苏和姆林斯基 大家读过他的文章吗 当代决世界著名的教育家 苏和姆林斯基写了一部很有名的教育著作 你们大家如果有机会回去看看 当老师 特别当校长的 你这样的书都没读过 你校长就肯定走很多网路 苏和姆林斯基写了一部书 叫做 《隔教师的介义》 也叫做 翻译 有些翻译叫做 《和教师的谈话》 苏和姆林斯基写了一部书 《和教师的谈话》 哎呀 我开始八十年代 看了这本书 我的书爹爹发现 一口气读完 教我们怎么做老师 怎么做学生思想工作 怎么做大主任 怎么辅导学生成绩 教学生成绩 迅速提高 是吧 怎么办学校 苏和姆林斯基 我认为是最有价值的 他的光点思想最有价值的 你看他提出来 缺乏阅读能力 将会阻碍和抑制 脑袋极极细微的 连接性切微的可缩性 人大脑为什么想问点 就是神经细胞 大脑皮质 大脑皮质上 全部是神经细胞 有多少个亿啊 多少个亿的细胞 你们去查一查 多少亿万个细胞 大脑皮 大脑分成 现在全世界基本上 把它分成 形成共识的 大脑分成386个区域 300多个区域 一个地方管一个地方 一个地方管一个地方 你看我们有的人 眼睛看不见了 是大脑的整页 神经细胞坏死了 不能发生功能了 不能确定信息了 所以脑细胞 这个整页 大的分四大部分 额页页叫做睡页 整页四大部分 整个分了380多个区域 你看 苏黄姆林斯基说 如果要大量懒度 就注尽它神经细胞的联系 全体就快 别 你看 人的脑子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如果它的一部分不够发达 我讲了分成380多个区域 如果有一个部分没发达 就会阻碍整个脑的工作 在大脑两半球的皮层里 有一些区域是管阅读的 你看它研究的很细了 有一些区域管阅读 管阅读的 属于摄业 摄业管阅读的 大的了四大区域里面的摄业 摄像的摄 不要提手帮 加一个书啊 一页两页书的那个页 叫做摄业 在大脑两半球皮层里 有一些管阅读 他们跟脑的一些最活跃 最富有创造性的部分 是密切联系的 如果在管阅读的那些区域里 有了死角 那么皮层的所有部分 解剖生理的发展 就受到阻碍 一个大脑有管阅读的 现在我们管阅读这个区域啊 都没开发好 那么怎么来开发 管阅读这个大脑这个区域呢 开发这些神经细胞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读经点 一读 把这个管阅读区域 这个脑细胞激活 把它效率提高 把它思维提高 为什么就讲呢 管阅读的细胞提高了 思维力就提高了 大家记得吗 两句话 心理学有两句话 语言是脑的思维工具 大家也记住这个话 你没学心理学的也要记住了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那么还有一句话 你就懂了吗 读经点就是注尽 语言能力的提高 注尽语言能力提高 就是注尽思维力的提高 是吧 就是这个道理吗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语言是思维的工具 语言能力 语言能力提高 注尽思维能力 第三句话 要记住 思维力的提高 就是注尽智力的发展 思维力的提高 就是注尽智力的发展 感谢观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讲心理学啊 讲什么叫智力 很多人不懂 很多老师 有很难记 我告诉一个五角星 一下就记住了 什么叫智力 人的智力就是聪明啊 智力就是聪明程度啊 一个人的聪明 怎么来展示啊 怎么来体现啊 他有这五种能力 他就有智力 那五种能力啊 观察力很重要啊 如果这个人观察力 看问题都看不到 这个人肯定是个笨蛋 是吧 智力不聪明的 观察力 注意力 记忆力 思维力 想象力 你看 组成智力 组成智力 观察力是智力的门户 你要第一个智力 没通过这 进教室来 没经过这个门 怎么进到教室来啊 观察力是智力的门 门窗门户 大门 注意力是什么 注意力是什么 记忆力是什么 记忆力是智力的窗户 记忆力是智力的窗户 是吧 那么思维力是智力的核心 核心 想象力是智力的翅膀 鸟尾的翅膀也 智力的翅膀 没有想象力 这个智力也飞不起 注意力是什么 你们去查一下 我留一个东西给你们 是吧 我们爱孔子的教学 要有启发性 是吧 绝不告诉学生啊 这个老师不是个好老师 不是学生脑不动脑筋 是吧 观察力是智力的门户 记忆力是智力的窗户 思维力是智力的核心 想象力是智力的翅膀 你看读经典 是不是读经 第一读经典 前面我们讲了心理学家讲 读经典就是学生注意力 马上就安静下来 你看了 现在没读经典的孩子 佛造的 他注意力不会集中的 很难集中的 你看我们读经典来学校 下课铃声一响 音乐一响 他马上注意力就安静 再也不吵了 所以马上就安静下来 读经典就 你看注意力 记忆力 那就不要讲了 我们讲了真过法了 是吧 好多了 读经典的记忆力啊 他是原来很差的 他都是很记忆力很好的 读经的 读经的思维力 读经大楼发展嘛 思维力大大提高 读经的 受到想象力提高 想象力提高 所以我们讲 经典的宋读啊 助经儿童的智力发展 助经儿童的思维力发展 观察力发展 是吧 观察力有什么 我们等一下 我就五大经典啊 我要有一个名画 经典名画 经典名画 就不要观察力的 是吧 后面我再想大家解释 好 第八个我介绍一下 美国著名教育家 格林独漫 学过他的著作啊 当今世界著名教育学家 现在我们现在有些老师校长 不注意读教育家的著作 教育家是全世界研究教育的权威 是吧 最高水平的 你看他提出这些光点 就好像跟我们在研究经典教育 是吧 就能为我们研究的 你看 幼儿从两岁开始就有越多能力 而且越接近两岁 学习越能力也就越强 小朋友能不能够读啊 幼儿能不能够读啊 不是我说了算 你要不光支持刘悦章说的 两岁小朋友能够读经典 著名世界著名的教育家 格林独漫说的 是吧 越接近两岁 学习语言能力越强 第二个光点你看 越读经典书 这不是我说的 是吧 越读经典书 能够读经典书 能够读经老神经的发达 王决 而且王决不会有不良的后果 找到答案了 家长就说 哎呀你们这个是不是 催彩儿童啊 我们一些教育局分管 幼儿教育的 你们是催彩儿童啊 两岁就读 道德经了 你不是害我们的青少年吗 是害吗 不是一个心理学家 教育学家说 这么多教育学 绝世界的心理学家 教育学家都说 读经典没有棒的后果 并且只有好处 是吧 第三个光点你看 这个光点啊 太好了 哎呀 我们学世界教育家的 所有教育 结论一出来 我们就要学习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 教育理论的学习啊 你不能只读经典 教那个经典 所以我们教经典的人 首先要有很高的理论 教育理论水平 要有很好的心理学理论知识 是吧 没有学心理学的 教不好经典 没有学好教育学的 教不好经典 这就是我的经典 你看有些教了半年 教到教到孩子不读了 把孩子教死了 就不懂教育学 不懂心理学 不懂而懂 而懂生理学 而懂年龄特征 是吧 你看 他这么说 玩世优秀的贴产 大都在幼年 年幼时 别具有良好的阅读能力 因此 从小便应该尽量训练起 阅读能力 而从小尽量训练 阅读能力 将来在 看下来 诶 看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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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